中秋節過後呢 只要下一次雨天氣就冷了 所以上兩天我在家裡 開始就把秋冬的衣服 就開始拿出來了 然後把夏天的收起來 尤其我的體質來說 我是算比較怕冷的 台灣如果真的冷的時候 就把秋冬的衣服 都很潮濕、比較濃 我出門的時候 我一定要穿一個外套、薄外套 尤其我去日本外景的時候 當然日本人很貼心 他們的電車跟他們室內 因為暖氣開很強 所以如果穿太多的時候 裡面我都會穿一個 好像會吸汗排氣 或是棉紙的衣服 不然真的很冷 我穿一個保暖的發熱衣也好 然後再穿一個T恤 外面再穿一個羽絨衣 然後可能真的... 可能人家加一個很厚的 大的外套之類的 反正在裡面就把外套 羽絨衣放下來 然後裡面就是襯衫或棉紙的 你就覺得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羽絨衣對我來講 它是很輕很保暖 又方便戴 就是穿的就對了 但是每一個那種方法不一樣 我就知道去比較熱 比較冷的地方要 就對了 不知道我們今天的來賓 他們是怎麼來... 管理家怎麼來穿 比較保暖、比較熱的衣服 好,首先請到這一位 他是很容易感冒 然後很容易怕冷的 就是我們馬鳥 大家好 天氣很冷 我還沒有保暖 就已經沒事了 所以今天一定要做好保暖 才不會生病 對 對,所以真的要稍微淋 如果淋溫溫就好 就要使用好乾 好 另外這一位就是很會做美食 所以他吃得很營養 我們余政鴻 大家好 抗寒保暖有一套 不怕腳踩冷的味道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清炒 跟天氣隨時都要保持密切的關係 對 另外這一位我覺得說 你看他今天來 穿個襯衫、打領帶 然後穿個羽絨衣 樣子很型男耶 帥氣 人家可是生活達人 歡迎小巫 好,謝謝 大家好 必學羽絨挑選指南 讓您輕鬆抗炎寒 說得好耶 如果這個冬天到時候 越來越重 不小心就會感冒到 所以我自己本身就會 出門有的時候 我會多戴一件T恤 有時候流汗 我就淡了就把它換掉 對 那瑪妞,你呢 我早就是節眸休息 就好 因為昨天就是突然下雨 它又出太陽 那我想說 我上廁所沒下雨 一下廁所下雨我淋到 我就想說 沒關係 擦一擦 頭擦一擦 結果冷氣一開 站上去 感冒 不行 我整個頭很痛 然後今天都沒聲 沒聲,我告訴你 如果辛苦淡淡的時候 這個時候需要的是一個 能夠 就是不是只有一個棉子 可以清洗而已 還要擋風 因為要不然進來是冷的 就是包氣孔張開就... 所以要有一個擋風了 才對 你呢 我小時候 我記得小時候 如果要出門 天氣變冷 媽媽就會一件一件一件 看到有一種冷 叫媽媽覺得你冷 其實我們熱得要死 對,穿三、四、五年 媽媽的愛 對,後來長大才知道 是媽媽的愛心 就是怕小孩感冒 因為感冒很麻煩 對,真的說 小孩 小孩的時候以前 我都看人家 小孩 抱很多層 阿嬤在家裡 抱得... 什麼... 一顆又一顆 抱得... 他說他不會熱 不會 沒人要擱到 他沒有說話 沒有 說什麼小孩沒有白過天 就是小孩不怕熱 其實這個達人應該不對 熱還是很... 熱還是很... 對 大不了就是他會哭而已 他會濕疹 或什麼 濕疹,對 好 其實說起來 冬天有沒有什麼保暖的祕訣 今天我們生活達人 我們就要請教一下 有了 好 我基本上還是要選對的衣服 然後來去讓你的體溫 保持在一個適當的溫度 不能太熱也不能太冷 然後又吸濕排汗 保持一個溫度 保持一個溫度 你濕到好就冷了 然後你沒有隨時保暖 就不行 可是問題是 像我容易手腳冰冷 而且是一年四季 有什麼衣服可以針對手腳嗎 是,可能要戴手套 對 有時候戴手套還不一定那個 我覺得是辛苦不能練 我的手 我的手還有什麼腿 其實我就都會照顧著 穿得比較熱 其實我只要天氣一變 因為像我這幾天變化太大了 不然我都一定會帶小的暖暖包 還有一種小電爐有沒有 日本人不是 發熱爐 然後就是用電池的 然後你就放在身上 因為它會透過你皮膚傳染 就熱熱就不會冷 保暖的配布之一 就是一個暖暖包 就是小暖爐 我們拍戲也是 因為有時候拍戲戲服很薄 不是 台灣拍戲很奇怪 一定要冬天拍夏天的戲 因為有時候上檔的關係 對,然後夏天穿冬天的戲 對 真的 沒辦法上檔的關係 所以有時候 因為拍戲嘛 戲服薄的話 我們都會在裡面貼 暖暖包 然後一下戲再套外套 我是一定... 幾天我就喝熱水 喝熱水下去 體內發出來那個溫度 你才可以舒服一點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說保暖衣來說 要方便好處就是 因為它太輕的 打包什麼都超方便的 對 超方便的 我現在就是說 你家裡一定都有吧 有 可是我不曉得我以前買的羽絨衣 我倒覺得好大一件 而且會覺得厚重 還有一件事情 會跑來跑去 對,有的 怎麼刺激在這裡 怎麼胸口這邊 這邊吐硬 我還有時候穿一穿 人家就這樣把我叫出來 白白羽毛 對,因為感覺那個 它跑出來 羽絨比較少 那個骨頭有沒有就很刺 會刺到肉 會癢 會刺到肉 就好像有時候動一動 那個羽毛就在旁邊開始挑 對 有時候他說太大 譬如說就是這樣太膨 太膨了 太膨重 太膨重 有時候要戴還真的很麻煩 所以我覺得選羽絨衣 是個學問 學問 對 一般來說 如果要挑羽絨衣 應該要注意什麼 一般來說 大家對羽絨衣的了解 就可能不是那麼的認識 我先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說羽絨 羽絨其實是在鵝跟鴨 身上胸脯這邊取下來 才叫羽絨 因為它會長的是... 我拿一個圖片來 大家這樣來看 就是最直觀的 大概就像一個小水母一樣 就是有張開的角 因為是這樣它才能堆積出空間 保暖的空間出來 是 然後你說有梗的那個是叫毛片 所以羽絨分羽絨跟羽毛 然後毛片 然後所以那些就是... 毛片是刺激品 毛片是比較扁的 它沒辦法像這種堆積出空間 你買錯 然後那個也比較便宜 保暖度應該也有差 保暖度有差 所以大家常常看到裡面羽絨 有百分之多少的含溶 就是講這個含多少的這種... 這種叫溶脂含量 還是含多少的 百分之越高 它的保暖度越好 然後它的蓬鬆度越好 可是以前都沒有標示啊 以前沒標示 就是規範不太... 現在有標示 沒標示 有時候我們也看不懂 我們就憑運氣了 對 對 好,你剛剛說鵝還有鴨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市面上一般來講的羽絨 有分鵝跟鴨 你一定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沒有雞呢 對 雞沒有融 雞也有融 但是雞跟鴨跟鵝最大區別是 雞不下水 鵝跟鴨是會有水的 對 所以它們的羽絨上面 會有一層油脂 這個油脂就代表... 應該這樣講 小時候大家有雞毛毯子 然後用一用是它就開始... 掉 掉了 就開始腐化了 就越用越少 然後鵝跟鴨上面的... 因為有油脂保護 所以它能 然後一方面又不會像雞毛毯子 用一用然後就腐化 爛掉 我請教 你的鵝 鵝絨跟鴨絨 比例怎麼差這麼多 還有旁邊那是什麼 這個是個核桃 我就是拿硬幣來去做對比 那一般鴨絨的產量比較多 所以一般羽絨服用的很多 都是鴨絨的 而且很多你去看一些... 很多大品牌的 為了成本的節約 他們可能都是用百分之七十 含絨的鴨絨 它會標註在裡頭嗎 有的會 有的不會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你要去選擇 一個好的羽絨品牌 它才會去給你 好像大部分都只有講說是羽絨 它不會告訴你是鵝絨或是鴨絨 對 那那個是什麼意思 核桃跟... 就是說它的有這麼大 那個... 那是... 就是鴨絨比較小 比較小 對 然後這個剛剛也就講到它的蓬鬆度 我這邊也可以... 對,我們看一下那個 給大家來看一下 我這邊有兩罐 都是五克重 白白都五克重 對 真的差很蓬的耶 蓬鬆度差很多 對 對,差很蓬的耶 那羽絨是不是越輕越好 這個也是看蓬鬆度 蓬鬆度 也是看蓬鬆度 其實我們買起來看的時候 看不見耶 對 它就穿起來 就知道它稍微噴一噴 也不知道怎麼叫蓬鬆 因為你蓬鬆度 其實也... 在衣服上面 我認為也是要看衣服的剪裁 設計、造型 有時候你太蓬鬆 可能今年沒那麼流行 看起來就像那個... 本身一樣 米其林 對 一姐 一姐 那時候的羽絨服 就是那樣子 可能那時候製造工藝 沒那麼好流行 可能也朝那個方向 而且以前的羽絨服 只要破一個洞 都消風啊 對啊,它會一直... 會一直跑出來 對,會一直跑出來 像我會建議大家 就是說你去挑選 第一個 你要... 大家要好看 適合自己的 那個形狀自己 對,然後找比較靠譜的 大品牌 還要靠譜 要靠譜 不然那個會到處亂飛 然後你注意細節的話 你要注意它的含濃量 填充客重 然後充濃的客重 就是裡面充多少客重 我問一下 因為有時候老闆講的 對 我們也看不到 填在裡面我們哪看得到 所以現在會有那個標示嗎 一般來說應該要有的 應該要有的 好,我請教 像你現在穿的這個 跟我們現在收看的這個 一樣嗎 一樣的啊 都一樣 就是說 這是設計不一樣的 對 男的跟女的不一樣 女的是強調了一個修身在這邊 抖的腰身 然後下擺是做得比較長 它是可以... 因為女性對腰、臀部 會需要比較高的保暖效果 對,有人喜歡長一點 可以遮一下 遮屁 對,遮一下 如果這樣看起來 它這個其實算薄耶 不厚耶 對啊 這個算薄的 對 對 非常輕 而且它收納很方便 我認為就是說在... 我們在台灣這邊的話 你去找一件那種 我記得去年那種大品牌流行 像裹條被子的那種 那種在台灣你裹出最熱 對,穿不住 台灣沒有那麼熱 對啊 你說收納 這個很重要 收納很方便 怎麼說 它能夠收成像這樣子的 這是衣服嗎 就是那一件 這一件 對啊 我把它打開來 給大家看一下 收起來是這樣 這個用另外一個套子 給它套起來嗎 沒有,這套子就在裡面 就在裡面 對 然後抖一抖它就蓬鬆了 抖一抖就蓬鬆了 對 抖一抖就蓬鬆 這女生的嘛 這女生 美鳳姐,你要穿還是我穿 你來好了 我來好了 你比我更怕冷 這邊這一件 這是有分尺寸的 有分尺寸的 這女生的 這女生的 很薄的 我知道了 你看 它這裡面就是收納的 有沒有 收起來就是 像你剛才這樣 這個男生的 來,這個給你們試試看 挺合身的耶 好輕哦 很輕又貼身 對 我看它有沒有跑毛 不會 它這個是鵝 這個很好配衣服 你故意要穿那麼淨妝耶 它有不同的尺寸 你看 它密碼站起來跟你比劃一下 馬上 馬上插了一起來 不是,我們兩個就在這邊 鄭紅,你那個是什麼尺寸 我這件是L L L的,對 L 那你這一個是 XL的 有XL的 我女生的 女生的M號 S還有M號 很輕耶 很輕 真的很輕 而且我覺得沒有很悶熱的感覺 我最怕外套一穿就開始 流汗 流汗 筋 對,而且它很修身的感覺 對不對 女生為什麼這個地方 是這樣設計 它的細節 就感覺腰身對不對 它的細節 小屋可以來講一下 這個設計的想法 女生基本上還是會強調 然後比較細長、修長的 然後它這邊是做一個 很切割的 剛好遮到這裡來耶 所以這樣看起來也是比較瘦 對 穿這件會顯瘦耶 顯瘦 第一次穿羽絨衣會顯瘦 羽絨衣會胖 對 然後重點 它的拉鍊 它是用內縫的 內縫的 然後而且是用YKK拉鍊 然後冷的話 有帽子 有帽子 會很難收嗎 不會啊 我剛剛示範是打開來 現在再示範一次 你把它收回去 我就可能沒摺那麼漂亮 沒關係 沒問題 只要能收 因為這也不怕癢 對 而且它的這個袖口 有彈性設計 所以你如果站在機械 風不會灌下去 不會灌風 對哦 因為有的那個袖口做得很大 你如果站在機械 風一直往裡面吹 很冷 是 穿這件好暖哦 這樣子我裡面就不用穿太多吧 裡面就可以穿個挺胸 好,請坐 好,現在慢慢要收好了 對,我弄得不是很好看 就是沒關係 它其實不怕癢嘛 對啊 其實這戶外露營非常好 它可以穿著睡覺 也可以當枕頭吧 全部放進去 對 你把它全部放進去 全部擠進去 然後你出差 你去坐飛機 對 每次坐飛機 如果真的很厚重的那種大衣 你真的不知道要收到 還有人家坐飛機 奇怪 它那個風從頭上也從頭上 對啊 這個沒辦法蓋著 太好了 很快 這樣吧 不可以做筋頭 對 對啊 而且很軟 對,這筋頭 好,來 我們再來試一下 再大號的 因為我覺得你漢草可以穿 它還有內袋 有,還有內袋 這內袋 如果你出國 尤其去法國、去巴黎 好 聽說他們的東西另外很小 所以像這個最好 其他東西都放在裡面 拉起來 拉起來 就看不見了 我覺得你這件其實還不錯 你為什麼故意要學我穿小號 這個長度 其實你看有所限制 比較剛好 稍微剛好一點 這個就是... 也可以啦,對不對 比較容易穿搭 就是譬如說室內有暖氣 或是說你怕熱的人 然後怕冷的 對 就是透起來就可以 像我們台戲有時候常 一下戲冷的鑰匙 就買大一個尺寸 它這算透氣嗎 透氣的,對的 外套是透氣的 不會啊 你看,我覺得它這個長度 超輕的 這個長度還滿好的 是不是 我第一次感受到 很輕 然後保暖透氣 但我可以請問一下 很多人 電視也說過 就是這個衣服 如果穿衣服 有時候都爽洗了 有的人想不覺得 還爽洗 自己不能洗 羽絨衣可以自己洗嗎 羽絨衣可以自己洗嗎 可以自己洗的 怎麼洗 我一般就直接丟洗衣機 就套個洗衣袋 因為它會... 裡面有氣體嘛 然後你直接放的話 它會浮起來 會浮起來 你就套個洗衣袋 然後放洗衣機 你正常的去洗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洗完 讓它完全乾透 因為這些羽絨 就是裡面的羽絨 也是我們經過消毒 處理水洗過的 所以羽絨本身是不怕水的 等一下 我們如果說穿到外面 像馬姐剛剛講 如果淋到雨,下雨怎麼辦 這個... 它的面料是有一個 是嗎 除非你是真的紅 它最大 當然你沒辦法像台公 一點點洗澡嗎 對,那邊沒有問題 這個還可以做 這個可以做 你昨天龍褲拿給我穿 害我感冒 對不起,我們改進 我們應該上禮拜就來了 對,來,我這邊做個實驗 好 它不會吸水 對 對 像有些衣服都會滲進去了 好,再一次 你弄這隻手好嗎 弄這隻手 來,你鏡頭看一下 對耶 水活潑水 對 水珠就滑下去了 對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久一點 它還是會溼的 當然 對,水活潑水 當然還是不能當雨衣 只是說... 對,我剛才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要洗的時候 你就用洗衣袋 就正常的洗衣袋 正常的洗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乾一定要乾透 柔軟筋不要 柔軟筋 最好不要 柔軟筋不需要 我覺得不需要 你就是洗... 一般的清潔劑 反正洗衣粉 洗乾淨洗好脫水 對 不要烘乾嗎 不要烘乾 就是脫完水 拿起來自然乾 對,但是可能要放久一點 因為你可能外面摸它是乾的 但是裡面的羽絨可能還沒乾 所以我們放久一點 真的都很乾很乾 才把它收起來 才來清潔 再來把它折起來 收起來 對 好,如果這個... 當然我希望說它不要那麼容易髒 譬如說我這麼用水 我如果可樂或什麼 可樂也一樣啊 也一樣 剛才就... 拿一個 他這個切的呢 也一樣啊 一樣嗎 也可以,對 你要試一下嗎 這樣,就這樣 對 來,我... 來,給它... 好,慢慢來 對 對耶 抖一抖 抖一抖就沒了 怕冷了 抖一抖 抖一抖 而且它不會吃色啊 來,再一次 好 可樂好喝,浪費了 抖一抖 有沒有 是 結果是我手弄髒了 衣服沒有髒 所以我說防髒就是說 萬一可樂 那回去擦一下就好了嗎 擦一下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也不用洗 了解 對 如果它這個... 它這個沖 它這個沖 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一般來說 它要達到 一英吋十三到十四針 十三、十四針的這種 縫製工藝 它才... 那個融... 我們才不會從裡面跑出來 不會串對不對 對啊,我們剛剛講的都沒有 然後它是用的車線跟... 跟那個面料 都是專業防溶的 這裡面還做了一層 有一層那個... 就是內膽 它是... 它是... 就是裡面有多了一層 就等於是四層部 把它融鎖在裡面 所以這車髒很重要 車髒很長、又油 然後就比較均勻 所以我說冬天到 保暖很重要 對 當然就是說 要怎麼樣穿得保暖 然後又輕便 然後又舒適 這個很重要 冬天如果有一個羽絨衣 我們又自己好整理 真的就不怕冷了 是 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又有尺寸 女生又可以遮到這個地方 屁股 是不是 我會... 其實我是女生 搞不好不一定要穿的 我想穿男生 也可以 寬鬆一點的 也可以啊 現在這個設計也是比較... 中性的 中性 而且跟朋友講 如果你要穿合身 當然裡面穿一個毛衣或T恤 如果穿衣服 像這個 蝴蝶袖 蝴蝶袖 我就不能遮太多 對 我就會選男生了 所以我兩個都可以擁有它 當我穿這種的時候 我就穿得稍微寬大一點 那感覺又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不同的搭配 不同的選擇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非常謝謝小巫 謝謝二位 謝謝你們 我早點拿來 我感冒了 謝謝 美鳳有約